那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停下来是 在台湾可能目前咨询专家对于台湾未来立法的这个可能性 或者是很快速能够去完成立法这件事情 基本上所有专家都保持的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想法 那我想这个过程的原因当然包含说 第一个台湾目前的市场在全球的 不管是从线上广告来看或者是社群平台的使用量来看 其实这个部分都还算是在全球来讲它的份额上是少的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bargain power或者溢价的这个权利上来讲 跟这些外商大科技的公司来去做谈判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当然台湾可能就相对来讲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当然比较建议的是 还是先从我们就是关注全球目前对于这样子 包含媒体与社群平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溢价 或者是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那在这个经验上去出发来了解说 我们是不是政府上面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这一个商业行为 他们互相谈判的过程中 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不是说贸然的 就希望说从澳洲的立法来续作为台湾立法的借进 我想不管是时空环境背景有很多的不同点 我觉得在这部分我们必须要认知到 现在社群平台的崛起跟媒体内容的传播的方式 已经大幅度的改变 那在这改变的过程当中台湾的一个生态环境应该怎么样走是最好的 不一定立法就是唯一的途径 但是我们必须要随时的从政府跟立法院立法委员这边 一定要随时认知到全球已经有这样的趋势在展开 而且这个生态系统它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的 或者政策的一些协助 这个部分也会接下来会有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想这都是大家必须要认知到的事实 我能够提一下说平台它有一个审查或者是说立场的这种控制的话 那对于政治上因为现在大家在讲这种网络的认知作战等等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反位机制呢 或者是说人民的认知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从美国包含说之前在总统大选建桥分析 后来在美国的调查单位所开始逐渐透露出来的一些这个选战 被我们讲说社群平台所影响的过程 我想这个应该在全球大家来看都是一个不能够争辩的事实 就是目前社群平台确实有机会是可以影响到 不管是政治或者是民众一些对事情公共议题上的观感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需要特别的去关注这样子的议题应该如何进行 但是目前现在网络网络管理法或者是一些我们过去可能政府或立法院在倡议的法案 目前可能都还比较偏向于是使用第三方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来去对于社群平台上的言论可能会进行一些 比如说像是假消息的增防 或者是说可能在一些不适合的消息或带有太多立场上面来讲 由第三方去做监管 但是到了台湾其实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到底谁是这个第三方的独立机构适合去做这样子的言论审查 或者是去对这个社群平台去做这样的管理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议题 因为以台湾现在目前的政治环境来说 可能真的即便说像有一个NCC这样的一个独立委员会 那他可能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这个部分目前在社会观感上面确实也还是会有一些民众是对这个抱持着存疑的态度 所以我是目前的话我是蛮乐观其成是说 如果未来我们的执政党政府又帮 网际网路管理法又重出将来的话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适合来做倡议跟深入讨论 到底网际网路的管理应该是要怎么去管 还是说其实网际网路社群平台应该是采用自律的方式来针对一些 不管是我们讲说可能是带有太多偏颇立场 那以美国来讲他们的立法就是 只要是种族歧视 色情 暴力或者是对幼儿有害 这一些是一定是可以去要求社群平台立刻去做移除的内容 但是如果是带有立场 那这个立场到底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不同的政党的党派的角力有关系 我想这个就非常值得深思 不以直接就是用网际网路管理法来做一个第三方 去直接去做审查这个言论自由的管理这样 那在人民的影响上面 那你觉得说我们一般人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数值或者是 对我一直在倡议是说其实我们民众 尤其是我们阅听者因为现在资讯的快速传播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阅听到的这些资讯都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自己之前有看过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惨痛案例 就是我们曾经引进那个唐凤政委开发的那个美育营的 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可以告诉你说群组里面传的讯息是真或假 然后他可以在群组里面直接做反应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在群组里面我看到有这样的实验发生 就是其实有一些长辈们其实他们对于这一类的AI去审 就是告诉你说这是不是假消息他们其实非常的抗拒 所以我也只能够说就是我们民众的阅听的这个习惯 或者是对于一些议题上资讯的这个查核跟核实的判断 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政府单位应该要开始去做全民的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资讯的时候 到底如何来判断这个资讯是对或错 或者是说在民众的心里面必须要认知到 即便他今天转开的是一个报道或者是一个社群的讨论 甚至是一个非常亲近的友人或专家传给你的文章 甚至说我们今天可能看到是甚至电视台的新闻 那你可能都需要就是在心里面抱持着一个说 可能这个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消息 那这件事情我想现在可能就是真的从政府 或者是从一些相关的民间团体 大家也都开始在试着去提升全民在阅听资讯上面的一个素养 我想这是一个也蛮重要的一个事情